调整一下东西啊 好 OK了 其实我昨天十点就困了 晚上我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 我先别在沙发上躺了 回去睡觉去吧 睡觉躺床上怎么睡也睡不着 哎呦我天哪 怎么睡也睡不着 我发现这人就是有病 就是在床上 就是在床上才睡不着 分来分去的 有没有跟我一样呢 在别的地方都能睡着 就在床上睡不着 等他先扎一下我们再上啊 别着急 把他被动打了 别人我都不要了 走了 这如果我们 就是稳健一点啊 刚才再A他一下 如果不A他其实我感觉也死了 差不多了 第三口别吃啊 这 这太烦了 我刚那个抠没打着 他一开始那个抠 那抠太短了 那抠得长一点都好了 攻击距离气重 这抠的距离得长一点 刚才这边他都死了 而且我还没办法一A抠 因为我抠已经在手上了 我只能一抠闪现的A他一下 然后被塔砸死了 防御塔攻速比我快 我0.82他0.83 啪 给我砸死了 有点烦 短了一下 怎么搞个布甲出门啊 小伙子 咦 刚才那个怎么会短呢 正常这个距离感觉应该是够的 这个闪断口我不能吃啊 这闪断口吃了我们快死了 这是一定不能吃的 等他征服者城消了 这边他满城我们不好打 怎么死的 这闪断口吃了 这闪断口吃了 等我 还一下啊 等我还一下 着急了 这边其实是有点急了 你知道吧 千万不能让这个小的再杀我们一回啊 首先他是出右的 其实我们俩是烈士 如果我再死一把 我们俩可能就要聚聚了 这一步你不会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吧 兄弟 你这有点过分了 这你还跟我打 他不送我们这一步还不太好打 他送我们这一步说明他这把游戏结束了 因为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玩了 下边省六 他可能有闪 他应该是有闪吧 我记得他闪现性这么一久 这一个冰不知道能不能生啊 希望他不要先生我们先生啊 我这还有个冰杆 他生了 他生了也没有关系 没事直接上去干嘛 头的爆发比剑魔高太多了 一套就是基本上就是死了 很少有人能把我逼到出死刑宣告这个地步 小伙子 你 什么 头一个 我整个小破铁板鞋 这边塔皮不死直接回家啊 他就回家 哪有 这把出神圣分离者 破空皮肤为啥说话听不到 你这句话他就不对 不是说他说话听不到 是他严格就没说 出碗铁板鞋出红宝石 这个 行 吃着经验就行了 等20秒杀他啊 别急 跑 卡特来没来 我们就在这等着啊 右边啥眼不知道卡特来没来 小驴人挺吓人的说实话 他一直在这发信号我也不知道这卡特到底到没到 直接打不了手这根 这螳螂我打不过 算了 这玩意呢 出之前怎么闪键这么多呀 哎哟 这蓝签能在野区打得过这个 打得过这个我要个蓝buff可以吧 好银呐好银一生平安 这能打着我 你还跟我拼 这闪现是终于用出来了 这干啥来了 不行了 哎哟 我 我有个技能打盘神E上了要没打应该死了我扣打到E上面 剑膜旁边也是真多呀我发现 七百 七百 我想吃个塔皮特别费劲吃不着 我想吃好几不热了都吃不着 下来先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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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 我跟你说啊 他下来先打不了肯定 我知道他下来肯定是打不死我 我为什么要交这个分身 他肯定是打不死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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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玩的跟个5个2似的 这妮可不行 可以上 你这眼 一枪没打着啊兄弟 那他怎么无限干我呀 我第一步上去抗塔了,第二步上去又抗塔了 那他哪来得助攻呢 先来个铁板鞋 穿铁板鞋来个九头蛇 我觉得九头蛇这个提亚马特 跟铁刺鞭需要875 这个改动很傻逼 为什么要这样改 这是受不了了 细节词经验,升个十一 哎呀我的银头 10秒钟拆塔,拆不了好像,算了拆上路去吧 这人在把铁了吗 怎么跑这么快 他的移动速度怎么比我快那么多 呀,猛啊这蓝枪 他如果死了这个塔应该是没了 我猜他很快的 先去打个红啊,下边看能不能再杀他 我都没明白为什么 你要过来抢我的红 原来是堂囊在旁边,那就没办法了 大意了啊,我大意了,我没有闪这边 又把他杀了 又把他杀了 老堂囊 你有闪,我是有闪,我没有闪吗 我有闪,但我没有闪吗 真的,这剑魔真的是什么都不怕呀,我这一看呢 还在那拆我的塔 这算了,这边就不进草虫杀的了 吃点兵吧 不杀他 我进草虫他就死 而且是必死 他回家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战俘 不过没关系 科学战俘了 别走啊 浩利没了 挺烦瘾的这盘神 可是挺烦瘾的 这边一打二,费点尽 我有大还可以 没有大就算了 这要上个版本的猴子,这种装备 闪向九头蛇 闪向九头蛇 我感觉你要打俩,应该没啥问题 这版本不太行 打不了 这版本三项不太厉害 这版本三项不太厉害 而且九头蛇吧,出的慢 啊 九头蛇吸血也少了 吸血要再能多点就好了 几个人 哪来这么多人 贪欲没有以前厉害了,这你得看谁用 你要是纯物理伤害 那肯定是不太好用 你要是卡特这种的,还挺好用的 没有人守我,这个塔将在10秒之内消失 再见 这啥意思啊 拜拜 再见 走呗 这个跳弹怎么才刷出来呢,这个跳弹 这跳弹早刷一秒我都跑了 刚出来这跳弹 瞎眼珠心啊 真的 我刚一死,他啪抓出来了 下路上路没了 我们推下路吧 上路没了 去推下路去 三条龙可以啊 这蓝牵控了三条龙还是不错的 虽然这堂囊杀的也很不错 先把这剑魔杀了 潘身就在左边 也是呗 打大龙去吧 你们大龙我去推下 没人手搞地没了 哎 这变什么 你说你单天你都打不过我的颜兄弟 这是为什么 拜拜 大龙怎么不打呢 这不是不打大龙我是没想到的啊 那他已经上了 这边可能是不怕他的 所以要是没想到 全部死了 把队上面都失败了 那不是我 用这个队里选择 杀手 这个队里选择 是 不能再推了 等一等 先等一等 打个蛤蟆 推点蓝 我们死亡之五出来了 队友打龙 我们就不要往上走了 一般如果你的队友去打龙去了 你往上走 那么你就会死 死呢就是白死 本来你可以不死 好 这波不走 继续 看见潘森了 那孙门来抓我们那人 最多就四个 四个我们不怕 没有一个有控制的 没关系 好 高地没了 你们还敢不回家 你不回家 我基地给你拆了 我跟你说 这ADC 可没有什么用哦 你还不回家 不回家 基地给你拆没 哎 基地给你拆没 诶 还不回家 还不回家 要你不回家 要你们去中路打架 WEH 根本是属下的 你会死亡啊 不回家